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 整个的外包装简单来看一下 采用了绘画峰绘的千斤顶形象 而内包方面也是采用了黑色的珍珠棉 对玩具起到一个非常优秀的保护作用 而这一次千斤顶本身用料方面是非常OK的 整个的透明件和白色塑料给人一种特别厚实的感觉 手臂的关节方面增加了一个小手记忆的360度平转关节 对于原版的一个修正方面 它这一次也是做了非常大的提升 可以摆出更多活灵活现的姿势 在小臂的部分也进行了细节上的一个刻画 手部也是做成了良指可动 腿部也是这一次改良产品的一个非常大的亮点 取消了原版的球形关节 改成了轴动关节 对于整个产品的一个紧实度和把玩手感 也是有非常大的提升 翻到后面的部分 你会发现原版偷胶的部分 齿轮工厂的这个版本已经全部进行了填堵 也是做出了相应的一个细节刻画 整体的配件非常非常的丰富 这款头雕方面除了原配的这个面具的千斤顶 引入了谢壳工作室更还原动画中的千斤顶 并且头雕的部分都是采用了水蓝色透明件 眼睛透视的效果非常OK 当然这一次头雕我最喜欢的就是谢壳做的愤怒脸型 这张脸真的非常具有神韵 首先原配的武器这一次做了一个精涂装 并且与吴医生合作完成了更还原设定橱中的武士刀 两把武士刀也可以在两侧的胸口部分进行安插 两把刀横向对比下来都采用了亮银色的涂装 而吴医生这款刀更还原设定中的一个效果 肩部的手炮也是与吴医生进行合作完成的 手部可以进行握持在车型的形态下 也可以进行一个全搭载的收纳 手炮旋转一下就是整个车型的一个车灯式的收纳 腰部也是搭载的一个与谢壳和恶恶式合作完成的动画中的手雷 手雷的细节也算是做的比较丰富 性的部分可以插拔出来 也可以做出还原动画中的名场面 细节方面我们也简单来看一下 根部是一个球形关节 手臂的部分得益于一个非常大的球形关节 它的旋转角度没有什么问题 手部是这一次新的一个改件 可以做出一个360度无压力的活动 手掌的部分是一个球形关节 有一定的活动 并且在手腕的部分也可以适当的做出一些调整 两指有一定的可动性 得益于球形关节改成了轴关 整体的紧直度非常非常的舒服 后踢活动角度会更大一些 侧踢的活动角度也是做的蛮好 整个大腿支持平转 紧实度控制的非常适中 膝关节的活动角度算是中规中矩 脚部的部分有一个向你的接地 变形的思路其实还是蛮简单的 首先我个人习惯是先从手臂部分开始变形 这个车窗的部件使劲拉动 它是有一个线位锁点的 沿着相应的一个位置点 往里再进行一个内扣 顺着拼图关节把它往里进行一个拼搭 里面呢有一个相应的锁定位点 会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卡扣位 脚掌的部分贴合球形关节的部分 我们把它向里进行一个打平 并且呢顺着这个旋转关节 我们把整个后脚跟往后进行一个折动 就是这一片卡扣解锁 脚掌部分翻折到这儿 小腿的部分向里内扣 并且把整个的腿部沿着根部关节做一个旋转 这个地方呢它是有一个锁扣被点的 往前滑动的时候滑到这个地方 我个人建议呢这个车头地方稍微错一下 把整个前车的这个地方进行一个锁定 OK两侧的车头进行一个密合 在腰腹的这个部分有一个卡扣进行一个解锁 并且呢头部的一个造型呢适当的往后进行一个按压 避让出空间这个地方翻转过来 头部呢这个地方旋转过来 拉动这个造型键 就可以把整个这一片呢给它全部扯开 但是注意啊这个地方的关节呢偏紧一些 一定要扯到底 翻直到底边部分 顺着球形关节进行一个旋转 包括你想人性换头的时候 个人也是推荐先把胸口打开 再把这个球形关节拔出 把肩部的这个造型键往外进行一个内衬 里面有两个小维度的卡扣 这个地方是要锁定的 然后这两侧呢各有一个小的维度卡扣 我们通过韧性把整个的产品呢覆盖上去 根部关节进行一个旋转 并且呢往车型方面来凑啊 车头这个地方按压锁定 主要的根部关节呢就是里侧的这个据点 主要是这个地方与这个地方有一个锁定卡扣 然后顶端的这个地方到最后面再来做一个维度卡扣的一个锁定 把这个重要的位置点卡扣锁定住 这个地方一定要紧按压一下 对于整个最后的密合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再就是这个 该有的位置造型适当的往里进行一个贴合 好这时候呢你就会发现问题 哎他这个透明件的部分为什么会有一个缝隙啊 这个缝隙呢我之前呢是有问过这个工厂的 工厂说呢主要的原因啊就是原先这个球形关节啊 它的紧实度呢是比较松散的而这一次呢咱改成了轴动关节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它的这个轴呢第一两次变形呢 它会有点偏紧 我个人呢也是找到了一个小的方法 随便找一个这种可以起跳的东西啊 尽量不要伤害玩具啊 尤其是这个人形头部在这儿 然后把这个位置呢按压车轮 就后方的车轮 把这个地方使劲的往上抬动一下 这时候啊你就会发现整个的封档呢就可以处理的严丝合缝 整体的效果呢就出来了 但是呢我觉得亮点方面呢 不只是人形的一些改模 在车型方面呢也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 首先呢整体的这个白色用料啊 也不用我多说料子质感很好 包括这个透明件的这个料子质感也是非常不错的 丝印印刷呢处理的是比较细致的 翻到正面大家会发现整个这个前车头有点空是吧 那这一次呢 指纹工厂是给了两种解决方案 首先呢第一种方案呢 就是它里面呢实际上是有车灯的一个部件 这里面呢是有这个车灯的部件 我们可以给它翻出来 咱们的车型的车灯部分 这样呢你就可以得到了一个完整的带车灯的一个造型 我更喜欢的是第二款方案 还记得这个手炮部分吗 整个的炮的位置上呢也是有细节刻画的 这个地方呢就是安装在车型方面车型大灯的这个地方 这个设计真的是比较巧妙 当部的这个位置我们把这个卡槽往里进行一个贴合 那这个手榴弹呢就完全的进行了一个收纳 最后呢就是五十刀的部分啊 五十刀呢也是可以作为一个收纳 脚掌的结合位置点 包括外侧的这个沿的部分 它都是预留出相应的位置 你就可以发现把整个的地方全部镶嵌上去 那整个的武器方面呢就全部进行搭载 这个设计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得意的一个设计 不光人形可以全部搭载 在载具形态呢也是可以全部搭载上去 再加上呢整个的变形体验方面呢非常简单流畅 使得整个玩具呢让我非常轻松的进行了一个解压式的变形 那今天呢就简单的去跟大家分享这一款齿轮工厂出品的 TFP领袖之正原色切斤顶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下期再见了 别忘了素质三连支持一下